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再回到南區熱血傳神賽 這場比賽總共會進行兩回合 所以賽者非常的精湊 在第一天打完之後 來自新豐的張牧川他69個單獨領先 在第一洞這邊先看到的是 江榮斌 戰場 黃詠卿 目前前陣的加一,狀況不錯,來到楊思成 楊思成也是兩推順利的打帕,由於只有比賽兩回合,所以今天第二回合大家都是盡量的希望能夠打好 長前柱也是順利打帕維持加一 很可惜,姜濃冰在第一動是bogging,變成是加二 一整區在國嶺後方的短切,國嶺後方第一動從後面往前往回切都是比較困難 這邊是林德明,林德明的處理道是蠻漂亮的 應該可以打帕 這個是彭承鈞 然後再看到,林德明的處理回推這個是要保帕 第一回合的領先者張牧川 在第一動一開始就漂亮的birding,又拉開了領先的差距 昨天堅持 林德明則是維持平標準肝 紅塵軍則是維持-1 贏得名漂亮的切一推打帕 這邊是第10棟 超級長春的部分 這次比賽大概有十多位年紀超過65歲的職業球員 他們這次打的是球場的B場跟C場 活力還是非常的充分 非常熱血 這些組裡面包括劉聰達 包括王朝慶黃啟銅還有許勝泉 難保的第10棟是一個五甘棟 這邊是黃啟銅在國林邊的短切 非常的漂亮 輪到王朝慶 有衝達 國林的速度也掌控得非常好 輪到許勝泉 很可惜,沒有能夠穿進Birdy 很可惜,沒有能夠穿進Birdy 王朝慶 王朝慶很可惜,也措施爆發推 非常有活力的超級長春的球員 再回到一般長春組的部分 這個是黃啟銅上國林的一甘,在第六棟 第六棟是362碼 362碼它是一個左勾腿的四甘棟 這個是占彎根 輪到陳榮昕,陳榮昕的開球非常的漂亮 只有留給自己一個短鐵桿 第六棟的國林呢,它非常的長 所以考驗球員的短鐵桿的準確度 這一組裡面除了張昂跟陳榮昕之外呢 還有賴伯偉跟林天順 林天順他是開的最遠 只有剩下挖起桿就攻上國嶺 順風的情況之下呢 大部分的球員攻起桿都是有點過頭 在國嶺上張昂公先推 從柏林左側是一個下坡推,速度的掌控還不錯 從柏林左側是一個下坡推,速度的掌控還不錯 哇,太可惜了 感覺起來是要往左,可可惜沒有 輕鬆地踏邊打趴 賴伯偉 柏林天順這邊是柏林的好機會 推得非常的漂亮,拿下Birdie 成績回到平標準桿 球道上這邊是張宏達 也是一樣,只有這個挖起桿空上國嶺 輪到 許天來 來 這邊是翁詠田 順風看起來上國嶺不太容易可以馬上停住 許天來在國嶺邊拿瓦起桿 這邊是同組的成榮清 上坡推好像速度不太夠 上坡推好像速度不太夠 孟永田剛剛第五中已經是Birdie了 希望可以連續兩個Birdie 推得則是蠻好的 許天來,這個是要寶帕 Birdie Birdie之後成績變成是加四 張宏達剛剛上國嶺非常漂亮 很棒的Birdie機會 不過很可惜沒有能夠把握住 成績停留在加一 第二回開始呢 領先的還是張木川 不過呢 翁詠田 他追得很緊 目前僅僅落一桿而已了 請問一下